耶!今天要开箱的包包呢 就是来自这个现东京企划 它呢是台湾的牌子哦 而且呢它在台湾已经有11年了 现在终于来到马来西亚了 之前呢我都是看到那些我心仪的台湾网拍摩托儿 带这款包包 然后我就一直买不到 现在终于轮到我带了 而且呢我很推荐大家买这一款包包 因为呢它们家的那个款式超级超级多 你想要怎样的包包它们都有 而且每一个款式的颜色都超级超级多 任你选择 今天呢我就选择了两款包包 还有一款皮夹来介绍给大家 那我选择的标准呢就是觉得可以很百搭 然后各个年龄层的女孩子都可以带的包包 然后另外呢就是那个皮夹的话呢 那我就选择了一个也是非常实用的皮夹 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这个包包呢它的皮呢就是使用这个头层牛皮制成的 什么叫做头层的皮 就是头就是那个牛的头层的皮 然后每一头牛呢只有骨子的这个皮哦 所以它的Quality呢是比较好 而且它的皮是比较耐的哦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纹度也是比较好看的 然后呢你看它这个细节袋呢是可以调节的哦 它这个这个点点这边 它是可以给你调节你的长度的 所以你可以依据你的身高来调节 就这样 你摇身一变呢变成熟女啦 然后你穿的比较熟女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换袋呢 你刚才还有这个比较短的这个手提的袋 然后它是这样子有编织的效果的哦 所以也是有一点小巧思在里面 非常好看 然后如果你是熟女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拿 就很好看啦 就可以去平了啦 然后可以出席一点巧合啊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可以怎么装 它里面其实蛮大的哦 就是它的那个容量很大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是一个暗格是有拉链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样子没有按没有拉链的暗格 所以里面真的是蛮大的它的容量 然后它的外面这边呢 还可以给你装东西 这边 所以这边你可以放一些比较需要常常拿到的啦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这个呢 这个呢 可以给你放一点 可能你的parking card 或者是你的access card 或者是可能你有时候电话要常拿到的话 你可以这样插进去 然后就可以啦 然后就可以啦 我们现在就看里面可以装多少空子啦 可以放钱包 然后这个消毒的一定要带的啦 车钥匙啦 鸭钥匙啦 还有恐龙啊 其实我出门真的是不用带太多东西 然后里面还有超多空位的 你看 所以它容量真的很大哦 而且它的重量也不会太重 就是很轻 但却可以放很多东西 那第二个宝宝呢 最后呢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 真皮轻巧隔城方包 这个包包呢 它是被选为2020年度最畅销的包款哦 我觉得它畅销呢是一定有它的原因的 因为呢它非常的简约 然后非常的百搭哦 然后它的皮呢是真皮 也是牛皮来的 然后它的皮呢是非常的柔软的哦 然后颜色呢有很多很多种 有14种颜色 那我选择的呢就是这个粉坨色 然后我觉得这个粉坨色呢 也不会觉得很难搭配 好像你穿casual的时候也可以配啦 像我这样子 穿比较lady的时候也可以搭配一下 就如果你想要去invent啊 那里面是可以这样子 你可以这样子测背 或者是你可以这样子 跨身体这样子斜背都可以 然后它这里也是可以让你调节这个长度的哦 所以任由你的高度 然后你自己来调节 如果呢你想要把它变成clush的话呢 就把这条袋拿掉 然后就可以变成这样子一个clush了 也很好看哦 耶 所以如果你穿到比较帅气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training的哦 因为呢它的设计就非常的简别 非常简单 所以就算你穿到滑滑滑滑滑啦 或者是真的很简单啦 它都是可以衬妥到你的 所以就把滑滑滑滑 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有 可以放多少东西呢 里面呢有一层 两层 中间还有一个是拉链的三层 然后其实前面还有一个拉链 所以是有四层 所以这种有拉链的地方呢 你就可以放一些比较 你贵重的东西 或者是比较隐私的东西 然后其他这两个比较大格的呢 可能你就可以放钱包啦 或者是一些比较大量的东西啊 Power Bank啊等等的 然后它有一个很贴心哦 就是这边 它有放这个卡 对 就好像卡住的这样子 你就可以直接放在这边 所以有时候那种 parking card很容易不见的 放这里就是没有错 好啦 这次玩包包呢 最后就要跟你们介绍这一个 钱包啦 那这一个呢 也是他们的销售第一名的 然后呢我会选择这个size中夹 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不管你用大包 还是可能比较小的包 它都装的进去 然后也装得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就推荐这一款啊 这一款呢 就叫做真皮霜拉链中夹 然后呢 它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哦 就是它这一边前面哦 它是这样 这样子扭扣打开的嘛 然后有看到吗 它有两个扭扣 所以有时候我们 可能还钱的时候比较紧张 或者是很害怕后面的人在等 然后你要收那个 收那个钱包的时候 每次就会要找那个洞在哪里 要扣很辛苦 对不对 它就设计了两个那个洞 所以你就是随便拿随手一按 就乖了 你真的是随手一按 它一定会中一个洞的 所以它这个设计也是非常贴心哦 然后另外一个很贴心的设计呢 就是它有双拉链 就是你不需要打开这个扣 你就可以在这边拿到你的零钱了 就是那个零钱就是放在外面这一格 所以你零钱呢 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到 或者是收起来 所以也是非常的方便哦 然后呢 它的这个皮呢 是这个牛皮 也是真皮 所以它是非常耐刮的 所以就是钱包的话就是我觉得很好啦 因为就要很耐啊 钱包要用很久 然后呢 它这个有16个颜色哦 我本身是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我就选择了黑色 因为也比较好看 比较耐脏 所以我就选择了黑色 然后呢 给你们看一下里面 它是这样子的 里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夹层 然后这个夹层也是拉链的 所以你可以放一些 可能你的随身服 或者是一些 重要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它的那个卡片的隔层 有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还有一个是可以放照片的耶 可以放你跟你老公 男朋友女朋友的照片 所以我算一下有几个啊 有1个 2个 3个 5个 6个 13个 所以你可以放13张卡 我知道现在的人很多卡的 银行卡啦 信用卡啦 然后 Member卡啦 很多很多卡啦 所以你都可以放得下 OK 然后除了这些卡层呢 它旁边也是有这样子 可以给你放 就是也是放可能 rissit啊 或者是一些卡片之类的东西 都可以放旁边 这边也是 所以它的那个容量也是非常非常足够的 然后你的纸钞就可以放在这里啦 这边 真的很好喔 然后它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拉链 它的拉链非常好拉 你看我这是新的喔 我也是不会拉到卡卡的 就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的smooth 因为它是YKK拉链 它就比较容易拉 比较顺这样子 然后呢 它也不容易褪色喔 所以 给你们看一下 这也是它厉害的地方 所以呢 它为什么会成为 排行榜第一名 就是这样的原因啦 好啦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会喜欢喔 然后非常推荐这个 现东京企划的包包 还有钱包 给各位女生们 你们可以大家去看看 然后真的是 不同年龄层的女生都可以穿 可以用 然后真的很多颜色让你们选择 就上他们的web看看吧 拜拜